在课程开始之前呢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的背景 那么这个课程呢 主要是以OpenGR固定管线为背景做讲解 适合的人群呢 主要是个初学者学生 以及从事OpenGR相关的一些开发人员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呢 并没有涉及到可编程管线 主要是以固定管线 让大家来理解OpenGR的运行的一个原理 同时呢 这个固定管线它的入门 要比我们的可编程管线更加的简单 非常适合这个初学者入门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包含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环境的搭建 那么很多初学者 那么在环境的搭建上遇到了很多问题 那么我们针对环境的搭建 给大家做了几乎 我认为是比较全面的一个介绍 第二一个 那么图源 那么很多初学者对图源这个概念很模糊 那么我们对图源有介绍 第三对这个纹理 很多很多的初学者 尤其是对纹理 是特别的这个模糊 搞不清楚 那么我们呢 针对这个开了很多课室 每一节课呢 都针对一个小的知识点 来给大家讲 然后就是我们的摄像机场景的控制 然后就是模型 模型呢 也是我们初学者遇到最大的一个难题 如何去加在外部的OBG3DX 甚至第三方的这些模型数据 那么如何通过美术这个编辑好的模型 在我们的这个3D的程序里面来使用 还有就是我们的脚本导入 还有我们的地形编辑场景控制 等等一系列内容 光照等等都在这里用 那么我们这个课呢 是采用VS2008作为这个开发环境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作为 以其他的这个开发环境来做开发 这个不影响 那么我们后面会有这个如何改变VS2008的目录结构 到适应到新的这个开发环境当中 给他介绍 那么第一节课呢 我们就来给他介绍一下这个窗口 不管是开发什么样的程序 OpenJR也好 或者其他的也好 那么都得有一个窗口 可视化的一个人际界面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呢 就讲一下VS2008的一个标准窗口 一个建立过程 以及它的一个原理 那么我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了 首先呢 我们在学控制台的时候 叫Mate函数 那么我们在学UI 带有界面呢 叫VMate这个函数 从这开始是我们的入口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呢 注册窗口类 创建窗口 然后更新 然后实现消息循环 这样一个过程 就完成了我们一个窗口的一个创建 我们看 四个步骤 第一个 我们要调用Windows的API 因为我们是在Win3二掌做开发 一定会调到Windows的函数 如果你在其他的平台 一样的会调用其他的平台的创建窗口的 这样一个函数 那它是必不可少 第一件是注册窗口类 第二件是创建窗口 第三显示更新 第四消息循环 那么这个四个步骤完了以后 我们就把一个Win3二的窗口给它撞建起来 那么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Windows窗口和操作系统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那我这里呢 简单画了一个图 这个呢 就是我Win3二的一个应用程序 那么它在跟操作系统之间会有一个对列 那么这个请大家注意 一定是我们带有UI的程序 才会有这样一个对列 那么这个对列呢 是当我们创建这个应用程序的时候 Windows帮我们来创建的 或者是操作系统帮我们创建的 创建以后 因为我们有界面以后 叫接收鼠标键盘网络 其他外部设备的一些事件消息 那么当首先呢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键盘 或者鼠标事件 首先是传达到操作系统 那么操作系统收到消息后呢 会看到底哪一个窗口属于激活状态 那么它会把对应的鼠标键盘事件的消息 放到对应的应用程序的一个对列里 并通知应用程序 说有消息事件产生 你去取吧 那么这个就消息对列 那么在应用程序里面 怎么样告诉我们应用程序呢 就通过这样一个回调函数 叫WNDPFC 这样一个回调函数 来告诉给我们的应用程序 那我光说呢 这个过程 大家看起来呢会比较抽象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代码 首先问man函数 那么请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 在我这里面就建了一个cpp文件 大家注意 这里面有些设置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我们先把程序介绍完 再给大家介绍这个设置 首先我们要包含两个标准的投文件 一个是windows.h 一个是tchat.h 接下来呢 我们要写一个叫什么呢 winman的一个函数 注意前面有个callback 这个callback呢 就是标准调用 实际上它等价一回呢 等价于我们这个std 等价于我们标准调用 然后里面有四个参数 第一个实例的巨饼 第二个前一个实例巨饼 第三个命令行 第四个 这也是个命令 这个命令就是告诉我们窗口是显示啊 还是隐藏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创建了应用程序之后 这个应用程序的一个实例巨饼 那么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实例的一个指针 我们应用程序的一个指针 那么在windows里面 以巨饼来代替它 都叫巨饼 它就是个指针啊 接下来前一个 就是由谁来创建了我们这个 或者是调用起来我们这个enc 如果没有就是零啊 命令行 命令行就像我们学这个控制台一样 我可以敲一些命令 我输个命令 这个呢就是命令行输的数据 下面显示隐藏 这个参数 接下来第一步 就是针对着我们刚刚讲到的四个步 第一注册窗口内 那么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注册窗口内 当我要创建一个窗口的时候 那么要有一些信息告诉给谁呢 告诉给操作系统 或者说 你既然要做事情 首先呢 要做一个注册 就是告诉操作系统 我要创一个窗口 那么这样操作系统 当有事件发生 他才会知道 是你这个窗口发生事件 他才会通知到你 就像我们干什么 我们去学习一样 那首先要报道 你不报道 别人怎么知道你来了呢 对吧 注册窗口内就干这个用的 那么这里面主要 有两个参数 三个参数非常重要 第一个是这个 size 在Windows开发里面 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这个第一个基本上都是这个size 这个size呢 就指明当前这个结构体的大小 第二一个 WND PLC 这个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在这里面说到的 WND PLC 那么这个名字呢 可以变 不是固定的 它呢 是一个指针 函数指针 目的是告诉你操作系统 说如果有事件发生 你就掉我这个函数 第三个重要的 就这个 叫窗口内的名称 那么Windows 或者是操作系统 会根据窗口内的名称 来做映射 就像做一个字典一样 来查找你 当你创建窗口的时候 就要指定这个名称 就像你报道一样 首先有两个事 你要知道 报道你的名字 叫什么名字 第二个 你这个 回调 那么就像我上班一样 你到某个公司工作了 先报道 再拿个银行卡 告诉给公司 说这个工资啊 就发到这个卡上 这就是银行卡的一个通道 这就是你的名字 再接下来 这些里面都不是特别重要了 那么这个呢 大小 这个刷子 主要是 我们Windows 在GDI绘图里面 讲到一个刷子 这个刷子就是 我绘制窗口 用什么颜色来刷它 绘成什么颜色 这个就是我们鼠标 样式 array 就是箭头 icon 就是我们这 图标 用哪一个 小图标 大图标 这是小图标 这呢 也就是我们在 这个任务栏 看到这个图标 叫大图标 接下来是一个instance 那当我在不知道 或者是 不清楚填什么的时候呢 这个Windows 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你都可以填零 或者填空 空和零是一个道理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这个窗口类的名称 这个非常重要 它会根据名字来查找 接下来这窗口的风格 样式 支持双击 水平 横向滚动 拥有自己的DC DC呢 就是我们用来 绘制的设备 上下文 再接下来 我们调用这个 叫reject class ES 调用注册窗口类 这样一个函数 这是Windows的一个API 就讲这个结构体 告诉给谁呢 我们的操作系统 可以这样来理解 第二步 就注册窗口完了 第二步就干什么呢 创建窗口 那么创建窗口的时候 这个参数非常重要 这个参数必须 和我们这个参数一致 第一个呢 是窗口的扩展风格 天灵 第二个就是窗口类的名称 那么这个必须跟这个一致 否则会失败 也就是说我们创建窗口 什么样的一个窗口呢 这样一个窗口 第三个窗口的标题 第四个窗口的风格 那么风格呢 就是有没有最大化 最小化 边框等等 这些是弹出式的 还是紫窗口 这些东西 那么你要看呢 怎么办呢 点这个go 就过来了 那么如果你们的VS 没有装这个插件 这个插件就这个叫VA-Assist 装了以后就有了 叫VA-Assist 在这里 够了以后我们就来看 有哪些定义 大家看它的定义呢 有很多 大家看这个W 就Windows Style 风格还有特别多 那我们当时给的这个Overlay Caption Caption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标题栏 Menu 有没有最大化 最小化的菜单 Think Frame 宽边框 就这个边框 有没有这个边框 最大化 最小化 就这个意思了 好 再接下来呢 窗口在评论的位置 宽高 系统菜单 子窗口 副窗口 实例 用户数据 这些不知道的就填零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 并不关心 有没有菜单 我们不需要 有没有副窗口 没有副窗口 实例这个其实也给不填 但有了 我们就填 最后 用户自定参数 有没有 没有 到后面会讲 这个用户自定参数 干什么用的 好 接下来 如果它的返回值为针 不 是一个非空的指针 叫窗口巨饼 如果它不为空 就干什么呢 更新窗口 显示窗口 第三步 第三步很简单 这个更新显示的目的是干啥呢 刷新一下 让窗口重绘 接下来这个就重要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消息循环 那么get message get message 如果这个声明了一个结构体 判断 如果这quid不等于message 下面有个message这个变量 它是个int类型的 总办呢 就执行这个 这个是干什么的 get message 就回到这来了 当我掉get message以后 那么这个函数会阻塞到这里 如果我掉这个函数 当操作系统 或者没有任何的鼠标键盘销 这函数不会返回 就停在这里 除非 有消息产生 它才会返回 返回之为真 表示有消息产生 那么你干什么呢 translate 字面译的翻译消息 分发消息 注意 如果它返回之为false 就是我们点了关闭按钮 它会返回之为false 那么产生一个退出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得到的消息类型是quid 那么它呢 get message就返回为false了 这个循环 就不会再进来了 直接下一次它就怎么样退出了 如果收到的消息是windows message 那么这个get message 函数返回之为false 第一个参数是用来接收message结构的 第二个窗口 第三个和第四个是我们要过滤的消息的范围 那举个例子 有可能我关心的消息是一部分 windows里的消息都是以数字组成 从某一个部分到某一个全是排着的数字 那么这两个值就是我关心哪些类型的 比如说我关心从10开始的消息到100结束的 那么这个就最小的 这个就最大的 这个就填10 这个就填100 那么其他的消息也是接受不到的 如果这两个都填0 那就接收所有的消息 其他的就不接收了 而所有消息就都接收 如果这两个不为0 那么就接收在这两个范围内的消息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做OpenGR前的一个windows的 基本的一个介绍给大家讲解到这